Hello 大家好 今天打算帶大家探索一下 元朗大新維最近非常熱門的景點火星坑 今天我打算由元朗的西鐵站出發 踩單車經過南新維錦壽花園 再去到這個大新維熱門的景點 由西鐵站出發去到這個景點 單程的路程大概是7公里左右 如果一般人踩單車的話 大概半小時左右就可以到達 所以可以當作一個簡單的運動 由西鐵站踩過去 現在不說那麼多 我先準備一下我的單車 出發去到這個景點 拍攝一些航拍片段給大家看 當然沿途我都會介紹一下路線 讓大家都知道 怎樣由西鐵站可以踩單車去到這個景點 一開始出了停車場之後 我們就轉右向南新維的方向踩過去 如果大家覺得就這樣看影片 都不明白路線的話不要緊 最後我都會把今天踩單車的路線地圖 放在影片的結尾 大家就可以做一個參考 跟回路線去到今天的目的地 很快就來到南新維的路口 大家記住這個位置 不要直走進去南新維 這時候我們要轉右上大馬路 接駁單車徑 沿著單車徑踩 就很快可以去到錦修花園 之後這一段直至去到錦修花園之前 我們都可以沿著單車徑踩就可以了 就沒有其他的分叉路 過多一會之後 我們就會見到一個隧道 落完隧道再上隧道 很快就會見到錦修花園 來到錦修花園的門口 我們就要離開單車徑 向著大新維的方向踩過去 大家來到這裡 就記住不要過馬路 就落車推車 沿著行人路 向著這個方向繼續走過去 大家要留意千萬不要在第一個路口 這個油博路這條路就轉了 要再走多一個路口 見到有間酒樓 我們才轉了 這個方向就正確了 之後的路段非常簡單 我們一直沿著錦修花園的外場 直至大新維的魚塘 才會再轉右 現在大家畫面見到 右手邊這個場 就是錦修花園的外場 總之我們沿著這個外場 一直踩就可以了 來到前面 看到大新維的魚塘 在這個位置 我們會轉右 繼續沿著錦修花園的外場 一直踩的 如果大家乘坐小巴 就可以在這個位置下車 都是沿著我踩單車的路線 一直走去今天的景點 從這個位置開始 路況是比較差的 路是比較難 如果大家怕爆胎的話 去到這個位置 最好都是推車 我堅持了踩一會之後 都是決定推車 如果不是這個位置爆胎 都挺麻煩 其實由這個位置推車 去我們今天的景點 都不算太久 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 大概推車推了十分鐘左右 就會見到 左手邊有一個電塔的物體 如果大家都不太清楚 都是建議最後看回我的地圖 由這個電塔位轉左 走一會 就會到達我們今天的景點 火星坑 由元朗踩單車 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 就到達今天的景點 這個景點 平時如果黃昏的時間 是非常之多人的 因為他面向的位置 正好是日落的位置 所以黃昏拍出來的片 或者相片都非常之美 當然人就迫很多 和有很多的航拍機 有一定的干擾 我今天來這個時間 天氣就不算太好 而且是下午的時間 所以我來到 只是見到一位師兄 在拍照 現在大家看看這個環境 場比想像中大 水塘都挺大 而且路邊都有一些被車處 其實都可以開車 直接來到這個位置 下車就可以拍照 當然大前提 就不要影響到這裡的居民 因為始終他們出出日入的時候 都需要用到這些被車處 大家就要留意 好了 現在不說太多了 設好Mini Vipo 就開始拍攝了 字幕擺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这段影片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今天介绍的景点 但也提醒大家 在拍摄的同时都要尊重附近的居民 不要大声圈话和用航拍机飞近的民居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段影片 都希望你可以留言和赞这条影片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